接下来这个话题呢 也是我们在过去几天的持续关注的一个话题 正在发生 时刻正在发生着变化 时刻正在有着新闻更新这样一个话题 那就是朝鲜军援俄罗斯这样的一个 非常紧迫的一个讨论的热点 那么最新的消息传来呢 美国防长证实确实有朝鲜的部队进入了 不是俄乌战场而是俄罗斯的本土 那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部长啊 这个奥斯丁证实朝鲜已派遣军队前往俄罗斯 他们纽约时报的报道是提到加入对乌克兰的战争 那么可能华尔街啊 这个华盛顿邮报的说法呢 是比较的啊谨慎的 华盛顿邮报的说法是 美国国防部部长奥斯丁证实 美国政府掌握了朝鲜向俄罗斯派遣军队的一个证据 但是呢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说法啊 奥斯丁在这个记者会上也说了 这个朝鲜部署军队的目的 目前是尚不清楚的 那回到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认为啊 那么朝鲜向俄罗斯派遣军队 这标志着莫斯科在赢得这一场俄乌战争的这个努力中啊 是发生了一个本质性的改变 奥斯丁也说朝鲜军队的存在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升级 可能会对啊这个欧洲和亚洲产生影响 奥斯丁的这番回应 这一番言论呢 是他在意大利的一个军事基地啊 做记者会时呢 和周这个在场的记者呢 发表的一个简要的状况 那么根据奥斯丁的说法啊 美国政府掌握了朝鲜向俄罗斯派遣军队的一个证据 那么在奥斯丁发表声明的同时啊 那美国的情报官员也说 他们正准备发布一批情报资料 那包括卫星照片 这些资料会显示有部队运输船 从朝鲜驶往俄罗斯东海岸 这个弗拉迪沃斯托克训练区 以及俄罗斯北部的其他领土 那么情报官员同时也是说啊 目前没有部队抵达乌克兰 那么过去两周啊 来自乌克兰和韩国的政府报告显示 有多达一万两千名朝鲜士兵正在接受训练啊 准备的是与俄罗斯士兵这个共肩作战 并肩作战 美国官员则说啊 他们估计已经有两千五百名朝鲜士兵 已被派遣 但他们没有对未来可能被派遣的更多士兵人数 或这些士兵在从未战斗过的陌生领土上的表现 有任何的估计 尤其是这个朝鲜这边和俄罗斯这边呢 这个语言是一个大问题 那对于美国政府这边有防长出来证实朝鲜部队进入啊 这个俄罗斯克林姆林公这边是没有发表任何的评论 那俄罗斯此前是否认了关于朝鲜军队存在的所有的报道 尽管如此呢 很多关注俄罗斯和朝鲜问题的专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分水岭的时刻 就是为了避免激起国内对巨大伤亡的不满 那么普京可能把他的一些这个希望呢 寄托在了朝鲜部队的身上 那美国官员估计啊 最近有超过60万俄罗斯人死亡或受伤是在俄乌战场上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数字 可能是普京现在不得不依赖这个雇佣军部队了 那么对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来说呢 乌克兰战争则为他摆脱地缘政治孤立呢 提出了一条路 那么这一次几十年以来 朝鲜首次拥有了一个大国 愿意为之付出代价的一个资源 有专家也说金正恩的这一次长期的计划 可能是提高其洲际弹道导弹的射程 那么在我们做节目的这一会儿 也有媒体报道说金正恩根据朝鲜媒体的报道 是视察了朝鲜的某个弹道导弹部队 但是这个视察的日期 具体日期没有被披露 纽约时报的另外一篇报道则关注到朝鲜在乌克兰战争中的角色 那么之前提到啊 根据一些数据统计 已有超过60万名俄罗斯士兵阵亡或受伤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减员比例 那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本周早些时候是说啊 朝鲜正准备派遣1.2万名士兵与俄罗斯并肩作战 那之前呢 我们的这个华尔街论坛是讨论到的相关话题 也提到莫斯科和平壤都否认了这样的一个说法 但是最新的美国防长是证实了朝鲜的军队出现在了俄罗斯的领土之上 那么朝鲜是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军队之一 他们的这个军队的人数达到了120万的士兵 但是自这个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以来啊 那么朝鲜其实是未曾参与过任何重大的冲突 那么朝鲜这一次如何会帮助俄罗斯呢 那根据一些这个平军事观察人员 以及这个这个朝鲜问题观察家的说法 那么自2023年8月以来 朝鲜已向俄罗斯运送了超过13000枚这个炮弹 反坦克火箭啊和一些短程弹道导弹 这些这个武器装备 另外朝鲜还被说 还被认为是派遣了技术人员和军官帮助俄罗斯操作这些武器 并收集相应的这个使用的数据 在上周韩国的情报部门是发布了一些卫星照片 显示俄罗斯的海军舰博在朝鲜港口附近的活动 有数百名一次朝鲜士兵在这个乌苏里斯克以及哈巴罗斯 哈巴罗夫斯克集结的一个场景 那么根据韩国这边的情报部门的说法说 这些出现在俄罗斯领土上的朝鲜部队 预计将在完成适应性训练之后部署到俄乌战争前线 那么这个我们之前也说这是一个不在不断发展的情况 那么肯定会有不断的被指示最新情报的内容呢 被媒体公开 那么现在奥斯丁美国的防长是公开说话了 他们掌握了朝鲜部队出现在俄罗斯的证据 那这些朝鲜的部队那到底是其实只是去俄罗斯进行某种程度的军事演习军事集训 还是说确实在为部署的俄乌战长上进行最后的适应性调整 那么如何看待美国防长的这一番的说法 今天早上我在英国进行时报就看了这个奥斯丁的这个讲话 但是奥斯丁的部长的这个讲话还是不是很清楚 他只是呢正式的这个有朝鲜的军人出现在这个俄罗斯 但是这些军人是集训 还是进行某一种武器使用的指导 还是说什么原因 但是俄罗斯和朝鲜的这种军事的合作 已经从这个两国领导人的这种关系和他们的这个为现在的这种行为奠定了基础 一方面是金正恩访问了这个俄罗斯 另一方面是普京访问了这个朝鲜 表现出两个人关系的这种热络的程度 在两国领导人这种场景之下是非常罕见的 这个普京还为这个金正恩开车 那么很有趣的一些画面 那么普京在专辑上的时候 在专辑上都向这个金正恩招手 两个人好像依依不舍的这个样子 那怎么造成这种情况 西方不进行反省 怎么造成这种情况 中国也不进行这个反省 把两个国家现在封锁起来 让他们两个人开始玩这个军事游戏 对于朝鲜半岛的局势 是很糟糕的一种信号 今天奥斯汀部长他其中就讲到了 不仅是对欧洲战场 对这个亚太地区也会有负面性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判断是非常正确的 但是他没有讲的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六方会谈停止不前 为什么不能帮助朝鲜这个国家走向开放 走向这个现代化 这才是一个关键性的原因 朝鲜因为我们不了解它的情况 长期以来靠一些乌云化的 简化的一些情况来讲朝鲜的情况 朝鲜肯定不是一个先进国家 肯定不是一个令人愉悦和自由的国家 但是朝鲜能够制造出来俄罗斯所需要的武器装备 甚至还说朝鲜可以判军军人去帮助俄罗斯 你就可见朝鲜的军队的实力怎么样 大家知道吗 如果他有一定的工业生产能力 这个工业生产能力可能是在当时候 苏联的情况之下帮助建立起来的 那说明他现在还在运行呢 对不对 而且他还正进行了导弹无数次的实力 而且他营有的军队是 应该没搞错是一百多万嘛 一百二十万还是一百一十万 对不对 明明高顾南韩呀 对吧 他的占助力虽然没有经过财势 但是他已有的兵力 已有的装备能力已经把他这个地方 对吧 所以对有些国家的这个评估的问题 确实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 造成像古巴 造成像这个朝鲜 这种被孤立的国家实际上是 不仅是国民贫困 国民出现问题 而且他随时可能出现某一种危险的这种状况 如果朝鲜真的是参与到 这个侵略乌克兰这个战争中间来 那些俄乌战争就出现了很多的 增加了新的变速新的困难 现在我们看到奥斯丁去这个 这个乌克兰一下子又是给几个亿 班农总统经商 大家可能都没有注意一下子又给几个亿 这几个亿是乌克兰现在即使需要的经济援助 但是到底有多少钱到了乌克兰人的身上 那真的不知道 我昨天看到联合国的一个数字 说这个俄乌战争以来 乌克兰已经少了一千万 一千万 这一千万多少人是逃跑了 多少人在战争上已经失去了生命 我们只看到俄罗斯死了多少多少人 就没有看到乌克兰死了多少人 好像都是俄罗斯在死人 俄罗斯的边缘出现了问题 那乌克兰的边缘呢 对吧 所以我们看这个问题 如果稍微用一点点心思就会来讨论 这个战争到底是谁造成的 这个战争到底是为什么解决不了 为什么就不能走向谈判 为什么一再开始就不能阻止发生这个战争 对吧 你说大家都嘲笑这个泰兰普 说这个泰兰普吹牛 这个上任 如果他当选了上任之前 他就解决这个无战争的问题 他能不能解决我也不知道 但是之所以要去往和平的方向走 这是一个唯一的正确的方向 你今天潜在朝鲜是很容易的 潜在俄罗斯是很容易的 但是这个战争的继续对人民的伤害 那可是真实的在发生了 感谢和平先生的这个点评和分析 关于这个话题我们也会继续关注 那如果有更新新的情报 或者是说有北约或者是有美国的这个政府官员 对相应的一些传闻的进行回应或证实 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和大家书里分享最新的新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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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